第二个故事 为什么美国应用排行榜的前面都是中国公司的产品 第一名Timo 第二名简映 第三名TikTok 咱们经常说榜单榜单排行榜 到底是什么 是苹果榜单还是安卓榜单 还是苹果收费榜 苹果免费榜 苹果游戏榜 苹果应用榜 还是什么榜 有这么多榜单 到底咱说的是哪个 咱们如果只说榜单 咱们讲指的是美国的苹果iOS 也就是苹果手机的免费下载榜 一般讲的是这个 为什么呢 安卓手机 但苹果在美国应该占一半 可能还没准稍微多一点点 全世界最爱用苹果手机的实际上是日本人 日本的苹果占比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 美国应该是可能一半一半 或者是可能苹果基本上差不太多 然后到印度东南亚一带国家 就是比较穷的国家 是安卓多 但是只要说排行榜 大家讲的都是苹果榜单 从来没有人讲安卓榜单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苹果用户的支付能力比较强 苹果用户比较有钱 他们愿意付费 所以甭管是你去做广告也好 做付费也好 大家讲的都是苹果榜单 榜单前三名 刚才咱们讲了 Timo 简映 TikTok 那免费下载的应用中 在最近一段时间 这三款的下载量最大 这个意思是这样 就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它是怎么算这个榜单的 就是你比如一个月之前的 我给你乘一个系数 比如0.3 0.几 然后两个月之前 比如0.03 我再给你乘一个系数 它等于这么算出来 你只要就是最近比如一周 或者两周 你的下载量非常高 它就会排在前面去 所以这个榜单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一般是每天看 你说我在榜单上占了一个礼拜 就说明这一个礼拜 你每天都是第一 对吧 它是这么来的 这个呢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就iOS是有这个分类榜单的 比如说我是游戏榜 我是这个应用榜 然后应用榜里的 还有什么新闻与阅读榜 工具榜 学习与效率榜 对吧 它有很多很多榜单 游戏榜里的还分这个 休闲游戏榜 动作游戏榜 街机游戏榜 它都是分开的 每个榜单里都有钱 都有排名 都有前后 对吧 然后还有收费榜 就是我到底谁收的钱多 对吧 都是有榜单的 然后这个安卓也有总榜 有各分类榜 有付费榜 然后有这个消费榜 这个还不一样 付费榜跟消费榜是两回事 付费版可能就是说 你下达就要给钱 消费版就是说 你可能下达不要钱 但是后边是要再付钱的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榜单 然后各国家都有榜单 美国有榜单 日本有榜单 这个欧洲美国家都有榜单 然后还有收入榜 大家要注意什么 在所有榜单里头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细分领域里头 基本上前十名里头 大概都有四五个 是中国公司做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美国人光看着说 为什么他们仨排第一了 排了前三了 对吧 这个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 这个事已经被彻底渗透了 如果哪个国家的哪一个细分榜单 的前十名里头 一个中国公司都没有 只能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榜单 它不挣钱 但是对于挣钱这个概念 西方公司跟东方公司的 跟中国公司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对于咱们来说 叫苍蝇再小也是肉 我们都会去试一试 西方公司有的时候觉得钱太少 他们就不折腾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 会横扫千军呢 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一个字 这个字叫卷 我们比他们都卷 就是中国人是聪明 勤奋 勇敢 狡诈的团队 秀花 我们很擅长秀花 我们会把每一个APP的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当时我在猎豹移动的时候 我们去美国去看看说 你们做的软件什么样的 我们也学习一下 对吧 当时还是抱着很崇敬的心情去的 去完了以后 这个心态就变了 人家比如说也做一个 这种猎豹移动 这种清理工具 比如Klimas清理大师 这样的一个工具 几个人的团队 五个人的团队 对吧 其实你说我在手机里头 把这个不用的文件 给帮你删一删 这种清理工具 做五个人 其实也不少人了 对吧 五个人的团队 就把这个项目做了 然后一年更新个两三个版本 然后遇到某一个手机 比如说这手机调不对了 一发现这手机占比比较少 比如说LG的某一款手机 在美国没卖掉多少 然后我有一个bug在上 怎么办呢 不改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谷歌的商店里 他直接规定说 这种手机看不见我的应用 不就完事了 对吧 他就把这个手机用户直接删了 他们是这么来干活了 当我们看到美国人 是这么干活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真的是白遭进了这么大好的市场 我估计就跟当年日本人 看中国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说你们这帮又缠又懒的人 占了这么好的大好河山 都浪费了 我估计我们感觉特别像 然后我们干嘛呢 我们上了200人的团队 你不是五个人吗 我们上了200人 还996还加班 以后一年出多少个版本进行迭代呢 一年150个版本 疯狂的更新 疯狂的改 改完了以后 有任何人不满意了 不开心了 改 搞成这样 然后所有的细节做到最优 每一个细节 我做五个版本上去看哪个喜欢 然后我给你上哪个 对吧 把AB测试发挥到极致 什么叫AB测试 就是我做十个版本出来 然后我给一万个人 比如每一千个人 抽一万个用户 每一千个人 看到一个不同的版本 然后大家喜欢这个版本 然后我下一次上这个 对吧 他这个就叫AB测试 这个就是中国人干这事 干的特别利索 这种东西 不是说我有AB测试系统 或者是有什么这种机制就可以 你得开发的出来 那么多版本才行 对吧 你说我这个按钮方的圆的扁的 然后蓝的灰的绿的 对吧 你得真的有人坐这开发 真的有人在那改 改完了以后 要上线 上完了以后 我说我们怎么分配 然后再把数据收回来 然后再去比较 甚至可能 我这有一个方案女 那边一个原案女 然后下次我用两个原案女 下次用一个原案女 一个方案女 这干嘛呢 排列组合 对吧 排列组合 我就可以再去 做这种各种数据测试 然后就可以找到最优解 这是中国人干活的方式 那你都是这么干的 包括抖音 包括像前面 我们讲的剪映 Tmo 什么都是这么干的 那你美国的这些APP 咋跟人比 对吧 你根本就比不过 就是我们在这上的 花的时间精力 花的钱 对吧 这个事可能是 他的几百倍 上千倍 扔进去 那凭什么用户 不喜欢我的版本 喜欢他的版本 没有天理了 这事 对吧 一定是大家会喜欢 中国人做的版本 因为我们做的细致 我们真的是 当时还做了一个 特别神奇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 大家发现在 苹果的排行榜上 是有评分的 或者在谷歌的 排行榜上有评分 你这个APP的评分 是四分 三分 还是两分 大家去看一看 比如说 Facebook的评分 大概是4.2 有的时候只有3.8 就不是很高的 满分是五分 我们的产品的评分 永远是4.7 4.8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雇佣了一个 几十人的团队 在一天24小时之内 有任何人给我们发消息 说我给你打了个一分 我们会在15分钟内 用他的语言 给他写邮件回去 说您哪不满意 我给您改 对吧 改完了以后 请帮我把它改回来 这是中国人做APP的方式 这个事情 美国人是搞不定的 他根本搞不定这件事情 他能雇一部 屋子人坐在这干这事吗 他做不了 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 要求所有人的手机 一天二十秒 是不许关机的 比如说我们雇了一个 巴西的姑娘 讲葡萄牙语的 那么所有葡萄牙语的内容 他比如说晚上 他下班睡觉了 如果别人收到了 我们就会马上给他打电话 他会把他叫起来 然后说请你看到 说有一个巴西的客户 给我们打了个一分 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请你帮他解答一下 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 我们马上出版本给他改 改完了以后 然后让他来 为我们去把评分改掉 从一分改成五分 但这个事情 你不是服务一个用户 俩用户 你比如说我这是一个 很高净值的客户 我就服务十个人 我能干这个事 当时我们在干这个事的时候 猎豹移动的 Climax有多少用户 日活1.5亿 在全世界日活1.5亿 然后我们再维持 这样的一个团队 来去维护这种系统 这种事情 美国是想都想不到 这个事情 不要说他能不能做到 他想都想象不出来 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一个 日活1.5亿的产品上 可以进行这种 叫我们管这个事 叫评分管理 然后给团队的KPI 就是如果你的产品的评分低于4.7分了 我们就禁止你再去开发任何新功能 新的版本上线都不兴趣了 你就一直到这个版本 重新回到4.7分以上到4.8分了 你可以再去迭代你的版本往前走 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这个细节 细致程度 这块都是美国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就是我们是用它几十倍几百倍的人工堆出来的 而且有这个组织能力 对吧 刚才我们讲TikTok那一篇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说 中国人是有极强的组织能力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然后排好班 然后让大家去很顺畅的运转起来 在他那儿其实搞不起来的 大家要自由 要那个什么 因为我在美国搞过 一些这种线下的开发者活动 他们那帮硅谷的程序员 到下午5点就下班了 下班完了以后要去social 对吧 要去开各种meetup 要去跟大家去聊天去 中国的程序员都是 每天晚上11点到后厂村路 到百度 到什么 这些公司旁边去看一看 那个旁边都是出租车 都是滴滴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那个时候才下班 对吧 这个事情是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再下一个东西 就是说导致这些产品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内容和推荐算法优势 就除了我们在绣花 把这东西绣的极细之外 我们有极强的内容和推荐算法 就是AI和推荐算法团队本身就非常大 而且只有中国能够凑得起这么多人来干这个事 你在美国你说我想凑一个几千人的推荐算法团队 开什么玩笑扯吧 你但是你到字节跳动的办公室里去看看 几百人上千人的推荐算法团队坐在那里 对吧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他们可以组织的很好 但是上班可以真的实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推荐的过程 真的是绝对是量大管宝啊 这个事情全世界只有咱们这有 即使是在美国 你到他的推荐算法团队里去看看 有多少黄皮肤黑头发的人 对吧 你到美国的这个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的团队里去看看 有多少是中国人 咱就擅长干这个 所以推荐算法团队这件事情 全世界的可能都是中国人在干 或者说占很大比例吧 咱们说都是中国人这事 有种族歧视啊 咱又瞧不起外国人的这个嫌疑啊 就是但是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那么还有什么 就是大量的用户可以让你去试 你说我要做推荐算法了 我做在那研究公式 我做在那这个死憋 或者憋大招 别扯淡了 这东西都是试出来的 对吧 都是我需要去拿各种用户去测试 那么哪有大量的用户 然后还可以进行这个测试的时候 还不用太顾虑什么隐私保护 什么这个地方 只有中国呀 各种实验各种测试 各种东西在这跑的是最快的 对吧 而且甚至还可以干嘛 可以上大量的人去打标签 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数据标注 这个东西也是中国的人是非常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有十几亿说同一种语言 都受过至少初中到高中教育的这些人 对吧 他可以坐在这打标签 这个事情你要让美国人做 你让印度人做他也搞不定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人说英语 对吧 咱们这有十几亿说一种语言的人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整个的推荐算法团队 中国肯定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对吧 第一人强民族性 然后第二就是他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土壤 或者说简直就是这些人做实验的天堂 让他们来去测试各种算法 然后做各种实验推荐算法 然后还有一块什么 就是生态 刚才咱们讲了说这个MCN机构 网红 这都是这种生态 在TikTok里的生态 但是大家要知道 抖音的方法论 或者今天在这流行的抖音里的段子 大概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流行到TikTok里去 因为他要慢一些 那么导致什么问题 就是在整个MCN方法论里头 国内是要比国外领先的 因为卷嘛 还是核心的一个字就是卷 对吧 我们是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做了一条不错 然后用户数据也不错 那赶快来 我们也做一条对吧 然后看看数据怎么样 调一调 都是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抖音比TikTok 大概要领先一到两年 然后TikTok还要比Facebook Instagram和这个YouTubeShot 还要再领先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整个这个内容的质量 内容的丰富性 内容的这种精细程度 因为他们做这种视频 也是像刚才我们讲 绣花绣出来的 对吧 这个事情 你让美国人说 我们去拍一条视频吧 人家可能举个手机 随便拍一拍就算了 对吧 哪像咱们中国人 拍个这种10秒钟 15秒钟的视频 还这个上这个多少个机位 多少个镜头 然后再怎么剪辑 对吧 上这些东西 他们是不上的 就搞这些东西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电商跟海外的MCN机构 合作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吗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想找一个美国网红 给我拍一个衣服的广告 最大的困扰叫配合度不够 对吧 我告诉你说 你看人家这条视频拍的很好 请给我照这样再拍一条出来 人家说不 我就不我一定要按照我自己想法去拍 对吧 但是中国的没有这个 中国你说我现在要照这个方式 拍一条这个视频出来 然后要一模一样的 或者说你给我照这个方式 给我拍10条视频出来 然后我要上去投放 看到你哪条好使 哪条不好使 那后边有10个团队拍的 对后边等着说 老板你给给我钱 我愿意去干这个事 对吧 这个事情他们是没法整的 所以在中国整个的这一块的方法论 要比他们要领先非常大的一块 会看到Facebook的reel Instagram的reel 和YouTube shot上的有大量的视频 在视频结尾的地方会有抖音和TikTok的标 对吧 他们直接把抖音和TikTok的内容直接搬上去了 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就直接洗他们原来的用户 就相当于是内倾销一样 对吧 我把很便宜的 很廉价的 很先进的一些东西 然后直接放到你的平台上 你说我在Facebook的平台上 我想在YouTube shot平台上 培养出自己的调性来 培养出自己的风格格调来 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他都被这个 已经比他领先好几年的这些东西都洗了 对吧 你想让这些Facebook上做shot这帮人 自己能够摸索出经验来 能够摸出这个门档来 根本摸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已经比他领先非常多了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他就每一番弄 而且咱们还干一个什么特别奇葩的事 就是剪映 就是我的所有视频 就是大家看的直播 你们现在就看的直接是人 我平时录播的视频 都是拿剪映剪的 这个东西叫剧震玩法 对吧 我今天用剪映剪了视频 上传了Facebook 上传了YouTube了 那么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上传TikTok或者什么的 那我肯定上 为什么 因为剪映剪完了以后 下头就直接 就是当你每一次渲染完了以后 就是一键确认 就给你扔到TikTok上去了 就给你扔到这个 在国内就是抖音和西瓜视频 你只要一按确认 卡就扔上去了 然后那头给你变现去了 对吧 一键搞定这个事 这个叫剧震玩法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上下游 所有的APP都给你做一遍 而且这个剧震玩法非常非常的恐怖 你后边说 我们在Facebook上做的所有视频 都是剪映剪的 这是多么吓人的一个事情 而且剪映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他还知道说 我到底往Facebook上传了什么 而且所有的视频变异器跟剪映竞争 都是极其痛苦 待会我们会单独 列一小截来讲剪映的事情 那么下一个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两个了 第一个是我们绣花绣的 为别人都好 第二个是我们的内容和推荐算法 为别人都好 第三个 我们买量这个事情为别人都好 这个就是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广告生态 基本上是为中国玩家量身定制的 当然收钱的人不是咱们 收钱的人是谷歌 是Facebook 是苹果 是推特 他们在收这个钱 但是整个这套系统是为中国人搭建的 为什么不是为美国人搭建的 为什么不是为欧洲人搭建的 日本人搭建的 而是为中国人搭建的 很简单 中国人笃性极重 我们去做投放的时候 我们会把口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 扔进去做投放 我记得在猎豹上市以后 有一次我们吃饭 猎豹的CEO这个傅盛 当时就讲了这么一个话 他说我在猎豹上市之前 有一个事情非常后悔 说后悔什么呢 说没有把最后一分钱 扔进去买流量 说为什么 说未来的流量永远比现在贵 就跟咱们买房似的了 店家说未来的房价一定会涨 对吧 那就买呗 那么未来的流量一定会比现在贵 因为为什么 因为流量已经不涨了 所有的人已经都拿上手机了 所以以后的流量一定会越来越贵 包括到现在为止 这个依然没有打破 未来的流量一定会比现在还要贵 那么我只要现在能够把这个流量 用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它一定是划算的 对吧 这个中国人干这个事 会把最后一个铜板都扔进去的 而且不光是把最后一个铜板扔进去 还会把我信用额度之内 能够借到所有的钱 一分不少的都扔进去 都是玩的就是心跳 前面我去讲硅谷银行那期视频里 他就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硅谷银行 其实好多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就是被咱们给玩坏了 对吧 这个硅谷银行在里边是推波住了 就是很多 我们扔进去买广告的钱 都是硅谷银行贷款贷出来的 我们借了硅谷银行的钱 然后到Facebook上去投放 但是这么一个玩法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素材 这个素材产业化 什么叫素材 就是大家看我的视频 前面经常有广告 广告放的视频就叫素材 美国人 加拿大人 前面我跟Jeff也做过一期节目 他就讲说 他们做一个素材 半年一年的 对吧 一年或者换一个 那中国人一个素材 一天出20个素材给你投放 那你的素材做的再好 再来一个什么 我天天看同样的广告 我也会没有耐心的 然后我每天看到不同的广告 看着不一样的 对吧 那个我才愿意说 点击一下进去看看 点击一下下载来试试 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它转化率是不一样的 你给同样的一批人 一年看同一个素材 这不是你也做不出花来 所以这个事还是要什么 就是拼命上新素材 但是拼命上新素材的前提是什么 你就是要有大量的设计师 对吧 你可能几百上千个设计师 然后坐在屋子里头给你画 你才有大量的素材 否则你是画不出这么多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素材 素材极大的产业化 然后另外就是素材优化 然后各种素材扔进去头 投完了以后 进行分析 分析完了改 这个事实在是西方人是没法整的 然后中国人在成本和流量的理解上 是极其透彻的 全世界无出其有 咱们就是最强的一个 咱们以减硬的运营为例 减硬的研发和运营成本 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能够把产品做的这么细致 然后能够把免费的版本做的这么好 因为他的免费版本的功能 其实非常非常完善 因为其他的这种视频编辑工具 你要想用到减硬这样的程度 都是要付钱的 而且都是这个功能 其实是比较简陋的 对吧 那么用减硬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且减硬还有什么 有强大的社区 还有一帮人天天在这拍视频 教你怎么用减硬 然后一堆人给你回答问题 这都是钱啊 然后他又不收钱 他免费的 他后边当然有付费版本 但是付费版本 其实功能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你用免费版本 绝大部分其实是够使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 他到底是咋活下来的 活下来的方式很简单 TikTok给他补贴不就完事了 抖音给他补贴不就完事了吗 我在TikTok在抖音上挣钱 或者说我在那边进行流量倾斜的时候 我用这一部分钱补贴剪硬 不就完事了 他就可以成为第一 甚至他成为第一的过程中 或者成为第二的过程中 他还花钱去买量 花钱去做广告 大家知道在iOS排行榜上 第一名待一天 大概是我估计应该是要到几百万美金 或者说那么好 要上几百万美金 大概是能够在那待一天 具体的数字我讲不起来了 这是明板标价了 不是说苹果收的钱给你放上 苹果没那么无聊 这个事是什么 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 在Facebook上 在苹果上 在谷歌上打广告 然后你基本上能够到第一的位置上去 当然前提是你会玩 你要如果不会玩 这个钱就有可能搭水漂 就是你的转化率会很差 这个到中国玩家 或者说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投放团队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甚至有一些他们技巧比较好的 几十万美金一天 就可以让你带到前面去 这个事是要有一些可以做的方式 那么剪硬就做 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互相卷对吧 我用剪硬免费 给剪硬投广告 然后做了这个过程以后 你们就会用TikTok 你们就会用抖音 你们在YouTube上 你发的视频 你还是剪硬出来的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知道剪硬的 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 不是剪视频 剪硬最核心的功能 叫剪同款 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到别人有一个视频 拍的特别酷特别帅 我也要来一个 怎么办 对吧 就剪同款 我把同样的款式搁在里 再剪一遍 那么同款是哪来的 对吧 同款一定是TikTok上的同款 或者是抖音上的同款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他们的方法论 比YouTube 比Eastgram 比Facebook领先两三年 那你剪同款 我一定剪一个帅的 剪一个酷炫的 对吧 我不会去剪那种 老掉牙烂摊子的这种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继续的侵蚀 这个YouTube和Facebook的 这种用户的 形成基调的这个基础 就是你不可能形成基调 你一定要用我的 这个才叫文化的一个 侵袭 对吧 你必须要用我成熟的 这个东西 然后国内一帮人 现在杭州 叫网红之都 或者叫直播之都 在一个城市里边 甚至有一个杭州 有一个公寓大楼 叫网红大楼 在里头拍短视频 天天在里边研究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把这个事情研究的透透的 然后再通过剪同款 去渗透到YouTube 渗透到Facebook 然后把大家再吸引回 TikTok来说 你想拍出这么酷的视频来吗 这个视频后头 有一个标写在TikTok 对吧 你在YouTube上 你看到这个视频 你怎么想 我是不是应该到TikTok上 可以看到更多 这么帅的视频 我是不是也可以剪出 这样的视频来 甚至比如说Timo Timo是第一 它怎么来进行流量的转换 比如说我卖一个iPhone 在国内他们卖iPhone 在美国现在还没有看卖iPhone 我卖一个iPhone 便宜几百人民币 比苹果店便宜可能1000人民币 比如说苹果店 一个iPhone是1万块钱 人民币 然后在京东上卖9700 便宜700 然后到拼多多上就卖8900 它比京东还在便宜400 而这钱哪来的 这个钱是 这个叫谁 是拼多多补贴进去的 就是我愿意掏这个钱 我赔了 我卖一台iPhone 我赔几百块钱 我认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iPhone上赔了几百块钱 你可以吸引大量的流量进来 那么你要想清楚一个问题 说我今天投放广告 比如说 展示1000次15美金 展示了1000次以后 点击了几次 可能点击了有几十次 那么你就一除 那我相当于每一次点击多少钱 最后说 我这个点击完了以后 只有多少人去安装了我的应用 可能最后 你最后算不算不说 可能我展示了1000次广告15美金 然后安装了一个用户 那我这一个用户也是15美金 等于我这15美金 一个用户买回来的 这个用户可能进去没下单 进去没写地址 进去没有填信用卡 那这个用户又流失了 那么对于像Timo这样的产品 在美国来说 他每获得一个有效的用户 就是我下载了APP 填上订单了 填上家庭地址了 填上支付方式了 还成功下一单了 这个成本可能要几十美金 甚至上百美金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数据 因为你每一层都有流失 流失完了 你就要成那个系数 然后当你把所有这事都做完了以后 几百块钱人民币 或者说50美金 我把它补贴到iPhone的价格里头去 然后把这个用户吸引回来行不行 没毛病对吧 这个事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我还没把这个钱交给Facebook 没有交给谷歌 我补贴给我自己用户了 那这他就是这么干的 后面说砍一刀 是不是获取流量的方式 是啊 没有任何问题 打开了以后做签道 推荐安装 这都是这个获取流量的方式 就是拼多多把这东西算的极细 包括什么呢 百亿补贴 对吧 国内经常玩这个百亿补贴 我今天拼多多拿出100亿人民币来说 我来补贴大家买东西 大家努力的来买 百亿补贴干的第一件事 就打破经销商的价格体系 比如苹果说 我在我店里卖必须是1万块钱一个手机 但你到那说 不是我破坏咱们价格规则 这多出来的钱是人家拼多多补的 这个你就可以 既不影响苹果给的价格要求 然后又可以卖便宜货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拼多多给你商量 能不能这样 你补一块 我补一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东西原来卖10块钱 现在卖8块 百亿补贴 但这8块钱里头 有一块钱是商家自己掏的 有一块钱是拼多多掏的 那这商家想想 这个事行吧 反正我至少还占了拼多多一块钱 一块钱便宜的 对吧 我就干了 那么再干嘛呢 这个你补10块 平台补一块行不行 比如说原来卖100块钱的东西 现在我们卖89 这89里头 有一块钱是拼多多出的 有10块钱是这个卖家出的 那这事你干不干 你说我卖iPhone的 肯定就不干了 因为iPhone本身利润薄 但是我是卖这个书的 或者我卖一些这个衣服的 可能我就干了 这个划算 我这个有这么多利润 那咱干呗 那么后边怎么办呢 咱分类目呗 比如说你卖iPhone的 咱一比一 或者是哪怕是这样 商家你赔一 垫一块钱 然后拼多多给你垫10块钱 对吧 这事都可以 然后你是卖衣服的 你卖衣服的 那咱们这样反过来 你这个补贴10块 我拼多多补贴1块 这事是很合理的 他就可以把这个百亿补贴 很好的执行下去 而且 这个百亿补贴完了以后 这钱还不给你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卖了 原来是100块钱的衣服 现在卖89了 应该是什么 你自己补贴了10块 平台补贴了1块 对吧 但是平台那1块钱不给你 不给你 那你不是骗人吗 你这不是流氓吗 不是这样的 平台跟你说什么 这1块钱 我在平台里给你存着 你可以再拿这1块钱干嘛 在平台里 他买广告 买广告位 买展现 在平台里头买流量 那对于这件事来说 这些卖家他也是乐意的 对吧 那行 那平台等于干嘛 把自己内部的流量直接给卖了 百亿补贴这么来的 对吧 当他玩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系赚起来以后 你跟他竞争 你说亚马逊还是什么其他人 你跟他竞争 别开玩笑了 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 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 你根本打不过他 中国人真正玩的东西是什么 就刚才咱们讲了卷 卷来卷去 卷来卷去 中国人玩的东西 不是叫与生俱来的优势是什么 叫数据敏感性 就是我们对数据极其敏感 对吧 这个讲一个这个深印的故事啊 就是他们都是卖衣服嘛 他们怎么干 就是做各种的款式的拆解排列组合 但是在款式拆解排列组合之前 做什么呢 数据分析 对吧 亚马逊上的衣服卖了几件了 时装周晚里这个衣服出来了 谷歌上的搜索热度是什么 穿这件衣服的小姐姐在 Instagram上的搜索热度 她的东西怎么样 然后她拿到大量的数据以后来判定 这个款式能火 然后再稍微改一改 拆解一下 重新拼凑一下 然后拼出三五款来 拿出去卖卖卖 这个卖的还可以 那个卖的不好 卖的不好算了 卖的好的 咱们多做几件书 全国全世界各地卖去 对吧 他是这么来工作的 小批量测试 然后真卖不好怎么办 真卖不好 他们还这个干上面那个百亿补贴那种玩法 他们这个深印会玩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快闪电 就是他会到某一个国家地区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卖不出去东西搁一块 说来大家疯狂买吧 最便宜的价格你们都买走 对吧 这个快闪完了以后 他还获取流量了 对吧 深印是这么做的 回到排行榜 咱们刚才讲了 谷歌排行榜 iOS排行榜 然后各种分类榜 各国家榜 然后付费榜免费榜 只有这有吗 不是 科不是 亚马逊有榜单 宋迈东也有榜单 然后谷歌有趋势 抖音和TikTok都有榜单 YouTube有榜单 Facebook有榜单 Instagram也有榜单 那所有东西都搁一块看 这是中国人选品选方向 选所有这个东西的方法 但是他是这么干的 就是你当你出去做任何一个 创业选方向 选款式 选什么APP的这些东西 刚才我们讲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很精准的 把所有榜单前面几名都占掉 是因为我们干的时候 就照着榜单干的 对吧 我们说今天我们有一个人力 有一些人力说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的APP 做什么呢 不是说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或者我喜欢做什么 做什么 也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需求 我们的做了 没有那个 看榜单 哪一个榜单里头 前十名把它都下买下来 看看做的怎么样 是不是有机会 所有榜单前十名加一块 有多少下载量 如果我做一个进去以后 能不能把这个成本挣回来 做完所有分析以后就上呗 对吧 上完了以后发现 哎 不行 不行 扔掉再来一个 又不行 那算了 换一个排行榜再来 对吧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可以填满所有的排行榜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是一样的 对吧 这里有人就有中国人在那里开饭馆 在那里去做各种小生意 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 我们像水一样流流进去 然后填满每一个缝隙 我们也是这样处理排行榜的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榜单 然后这个榜单有油水 那我们就会冲上去做 对吧 我没有做成没关系 有别人能做成 寻找机会的时候 快速试做 当时我们做cleanmaster 开始做的时候 也是四个人的团队上去做 做完了以后发现行 马上就铺人上去 铺钱进去 而且是不死不休的铺法 就真的是要把身上 最后一个铜板榨干了 然后扔进去 然后把这个产品 直接把它打透 在国内做这种东西 有一个很神奇的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词叫什么 叫对标 什么意思 你说我要拍抖音了 我要拍TikTok了 不是说你想拍什么 拍什么 先去做 找到你的对标账号 对标账号什么意思 就是跟你一个类型的 或者说你想拍 这个类型的内容 然后在这个类型里头 谁在榜单里拍第一 对吧 那就是你的对标账号 然后但是你说 这个对标账号是一大美女 对啊 咱们这个中年油腻大叔 搞不定这事 那怎么办 找一个中年油腻大叔的 然后跟他对标 什么样的 这个都有 咱找一个对标账号 然后照着他们去抄去 然后把他所有的视频 拿回来分析 说这个视频是这个 做成什么什么样的 有哪些元素 然后是怎么搞的 然后那个视频 是做成什么样 哪些元素怎么搞的 然后我们重新拆解 重新照着一模样拍一遍 然后放到平台上去做投放 投放完了 然后看效果怎么样 不行 重新学 学完了以后 行了 那我们就起号 给他往里投钱 但我们都是这么干这活了 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小哥 他是一个浑血 大概中国跟比利时浑血 那个漂亮小伙 对吧 他就说 说中国B站的那些up主 怎么这么不要脸 对吧 他们抄这台湾的一些博主的 这个YouTube博主的 这个视频 抄的还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太差的 哪怕是这个你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你要很尴尬的 你也要抄成那样 这个东西是在干嘛 这个东西就是在做对标 对吧 你说我不照着他那个抄 我自己完完全全的 这个自己去做 他就没有数据基础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的视频不好了 我应该去改哪些节点 我都没法改 对吧 你没有底 所以你一定要上来以后 照着人家一模一样的抄 会抄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技巧 不是说我会抄这个东西 就这么丢人 你能把这事超会 它不容易 那美国用户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其实早就没有任何隐私了 现在搞这个TikTok 说你侵犯这个美国用户隐私了 其实他们想多了 像什么TikTok 深印 Timo 然后包括这个 AliExpress 就是苏迈通 其实已经在那边盛情了多少年了 对吧 你该知道你是谁 该知道你们家住哪 该知道你所有的亲戚朋友 什么关系 早都摸得底掉了 对吧 所以这个事他们已经想太多了 而且你以为说 我今天把TikTok干掉 你明天这个数据就没了吗 不可能的吗 对吧 早都已经被分了多少遍了 而且天天在这分析 你到底是咋变呢 这个还不光是他们再往前是谁 再往前是亚马逊 亚马逊早期是允许用户自己发货的 比如说我是卖东西的 然后我往亚马逊上开始发东西 它是什么 它是把这个用户地址 直接发给这个中国的卖家 让中国卖家自己发的 从2008年亚马逊开始引入中国卖家 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 只要你在美国买过中国商品 通过亚马逊买过中国商品 你的地址早在中国这边都记了多少遍了 对吧 你如果买过一件就记一次 买过十件就记十次 然后大家还记着 这个人换地了 包括很多EDM和DM的公司 EDM是这种发电子邮件 DM是直接给你写信的这种公司 早都已经可以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知道你们家的信用卡 卡号是什么 知道你的手机 知道你所有的信息都知道 包括货带 货运代理 还有一种公司很奇葩 叫群控公司 稍微有点灰色了 这个已经不讲了 以后有兴趣 大家可以看前面 我专门有一期节目讲群控的 揭露行业内幕 然后当然那期节目有一个多小时 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耐心 把它看完 这种群控公司实际上是握着 不管是美国用户的 或者全世界用户的所有个人信息 为什么 因为他最后要算转换率的 他最后说我群控了半天 你是不是买东西 是不是下单 他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对吧 这种公司在国内是好多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把矛头瞄准 TikTok真的是想太多了 而且很多什么的 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才出海 像猎豹移动 其实我原来讲过一期节目 是怎么出海的 那是在也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被360打得都快倒闭了 说那算咱出去吧 对吧 然后发现 原来外边都是温市里的花朵 对吧 我们出去直观洗他就好了 所以这个事是 为什么中国公司可以在国外学习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还都是合法合规的部分 不合法不合规的部分 我就不跟大家再去详细拆分了 有兴趣的回头 我们可以问我 然后我们可以在付费频道里去讲 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合法合规的方式 成为了全世界的移动互联网的隐形冠军 或者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故事